那大千你看到 我們剛剛講到 在目前全世界緊張的地方 俄烏 中東 南海 朝鮮半島 台海等等 韓國也很焦慮 除了烏克蘭焦慮之外 韓國也很焦慮 因為韓國看到哈馬斯 軍力那麼對等 這麼不對等 小蝦米可以這樣炸掉大鯨魚 可以這樣 那北韓 那北韓很大 北韓很強大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哈馬斯一次來5000發 那北韓有能力 一個小時來上萬發 十萬發炮彈都可以 那怎麼辦 想到這裡 應該是全國睡不著覺吧 所以韓國媒體都在討論 很熱 軍事實力遠遠勝於 哈馬斯的朝鮮 如果也對韓國發起這種攻擊 我們整個首都圈難以招架 對不對 另外一頭 你看到大國的對接 各式上 蘇丹外交部也宣布 端交七年多 在這個時候跟伊朗 恢復了外交關係 有沒有 整個中東大和解潮 把美國跟以色列 摒棄在外 然後你看到當這個國際油價 我覺得目前看起來還好 另外一頭是 中國大陸的海軍也發布了 在這個時候 這其實是預定好的 跟沙特 有一場海軍的特戰連續 中國大陸跟沙特 其實在蜜月期 跟伊朗也是 跟相對於美國 跟周邊國家都處不好 中國大陸跟這些國家 關係都很好 所以你看到 一個是烏克蘭的焦慮 一個韓國 你覺得韓國該不該焦慮 對 韓國當然該焦慮 就是這一次哈馬斯發動的攻擊 其實國際上很多軍事觀察家 很著重兩個點來進行討論 第一個就是飽和式的攻擊 可以破解掉 大家認為是完美的防空系統 只要是飽和式的攻擊 幾乎是沒有辦法讓防空系統 可以攔截下來的 就是說它一定可以達到一定的 這個殺傷力跟效果 第二個就是在假日發動突襲 那麼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所以這兩點其實我們看到 在這個尾巴發生衝突之後 國際上很多軍事觀察家 都提出來討論了 那現在對美國來講 剛才秀芳說美國到底要先管以色列 還是先管烏克蘭 以美國國內的生態 它一定先管以色列 因為美國政治人物背後的金主 美國國內所有的有錢人 華爾街的這些金融家 然後這些軍火商 這個演藝圈 這個猶太人的影響力非常大 所以其實 你可以像布林肯也是猶太人 對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你說對美國來講 它也許不是 以國家利益單純來考量 它這個時候貿然介入 未必得到什麼好處 可是你光是它背後的壓力 美國就不可能做事不理 所以現在對美國來講 它最尷尬的場面就在於說 你看著眼看著 中東的國家整合在一起了 那要不要變成 以色列加美國對抗整個中東 會不會變成這樣的一個態勢 但是儘管這樣的態勢 其實美國都還是要做出 某種程度積極的介入 否則的話美國這些政治人物 很難跟他背後的 這些猶太人的金主 跟華爾街的這些企業家交代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對其他的地區的壓力 就某種程度就可以放鬆了一些嘛 這就是為什麼剛才 帥教訓提到說 俄羅斯在這個時候會採取大動作的 來這個往前推進 因為美國顯然的在這個時刻 已經無暇他顧了 那為什麼南韓會怕呢 大家盤算一下 就是說事實上這段期間 一直密集在接觸的幾個國家是 俄羅斯 中國大陸 伊朗 北韓 這幾個國家 他們彼此互動非常密切 那麼對南韓來講他當然會害怕 他看著伊朗現在把這個中東 重新攪成一鍋亂粥了 那麼中東的這個戰局又要再起了 那對南韓來講他當然會擔憂說 那這個時候北韓會不會趁機 混水摸魚的動手呢 特別是看到哈馬斯用5000發 這個火箭彈就可以達到這樣 這個嚴重的這個殺傷力的效果 那麼北韓的實力豈只是5000發呢 而且還不只是實力 北韓的思考方式也很特別 對 所以其實對南韓來講 他當然會害怕 因此在現階段來講 美國現在會陷入一個 捉襟見軸的狀態 就美國你再搶 你頂多兩線作戰好不好 你這邊還勉強的撐住烏克蘭 你那邊準備要介入這個尾巴衝突 可是你能夠管中東這個 印太疫情的事情嗎 而且看起來都不是 一時三刻可以解決掉 對 所以當美國在兩線介入 在進行兩線的消耗的時候 其實其他的地區 美國恐怕就沒有辦法 投入這麼多的關注了 不要講別的啦 光講他的航空母艦戰鬥群 他已經掉去了一個了 他接下來還叫掉第二個 美國有多少航空母艦戰鬥群呢 當這樣掉來掉去的時候 他還有多少力量 能夠放在印太地區 所以其實現階段 你看到了俄羅斯 看到了伊朗的狀況 對南韓來講 他當然會有一種 這個存亡此含 吐死胡威感覺 對 這個拜登本來想把 這個以色列跟這個沙特的 這個關係正常化 當作他選舉主要的 這個政績嘛 訴求嘛 那現在這個哈馬斯一下子 打碎了這個美國的夢 拜登臉綠了 布林肯也連也綠了 當然美國有非常多 還有這個勢力非常龐大的 這個猶太人 目前各方的遊說團體 我相信都已經動起來了 所以這個動作 大家接下去看下去 絕對不是很快能夠 米平的 這個整個之間錯綜複雜 俄軍 對俄軍 是不是一個好機會 對不對 美國能夠應付嗎 俄軍在這個 對巴斯北線大規模進攻 11萬大軍上千輛的坦克 這也是一個大好機會 對不對 天上掉下來的 你想想看對美國來講 現在有怎樣 有俄烏的 有中東的 然後南海 台海 還有朝鮮半島等等 所以接下來呢 先來看這個俄烏戰爭 會因此而結束嗎 這個我講打仗的 將領也好 政治家也好 他看的不只是戰場這一點 國際環境也要看 天后也要看 天后 氣候也要看 因為馬上就要進入泥江崎了 對不對 那還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就十月份還可以打 我把你打退了 一將起你就回不來了 回不來了 這是一個戰術上的一個想法 第二個呢 美國援助烏克蘭的砲彈 已經告缺了嘛 那現在在戰場上決勝的是砲兵 因為現在的砲彈 已經有尋標的精準的砲彈了 就打一封 就可能幹掉你一輛塔尔車 那美國現在155的砲彈 已經跟南韓掉貨了 你就知道已經多窘迫了 這個戰場上 你的砲彈就不太夠了 所以烏克蘭重要還是以色列重要 對美國 對啊 那你現在是兩頭燒啊 對啊 你今天兩條航母去了 你不能空手去吧 要不要帶炸彈 什麼東西都要帶去吧 飛機要帶去吧 那烏克蘭這邊心會不會虛啊 當然會虛啊 你美國要處理中東問題 俄乌戰爭已經讓歐洲很多國家有倦怠感了 苦不堪言 我給你這麼多錢 你打不出個成績 你打不出個效果 你又不願意和談 你到底要怎樣 這是歐洲很多國家說不出口的東西 所以它的援助會斷斷續續 對不對 號稱世界上最好的鮑爾戰車 同樣在戰場上被幹掉 所以這個戰爭沒有什麼一定的了 那俄國是看了 國際環境以前有利 你美國不能兩頭去管 第二天后 馬上一個月以後 泥江崎 我現在只要推進10公里 那10公里就是我的 推進100公里 100公里就是我的 它當然掉機重兵吧 第三個 你反擊的火力不夠 你F-16也沒有去 你現在就靠155的炮兵 因為美國給的M-1坦克 跟鮑爾的坦克 都不能夠形成一個阻力 那俄羅斯到底是家底之後 你要知道烏拉山脈底下 多少個兵工廠 它已經變成三班次的福祉了 所以看起來 在俄乌戰場上 彈藥的比例俄羅斯占便宜 它資源比較多 何況它也跟北韓掉貨 對不對 中國大陸有沒有暗中給不知道 所以這個東西 俄乌戰場上 美國現在也是 一個頭兩個頭燒 軍援款被共和黨又凍結 對不對 它只能用總統的特許法案 三億五億 那種小額的沒有用 對不對 而且美國的共和黨也講了 我給你那麼多錢 到底是你貪污用掉了 還是戰場上用掉了 對 這個對於烏克蘭 倫次世紀真的睡不著覺啊 對不對 歐盟的有盟已經不知了 連最死忠的朋友 波蘭就不理他了 對 這個以色列戰爭爆發之前 其實大家對烏克蘭 就已經很不耐了嘛 對 就已經很不耐 所以這次我們看到 不只是這個以色列的神話破滅 這個也是由美國大國 崩落的一種感覺 到處吃憋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全国師債務公園 中國師債務公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